今天這個時候又有遊行了 是觀光旅遊團體面對中國客減少 他們上街喊出要自救 要生存 要溫飽 吃不飽這個困境當然是要重視 但是也有一股聲音 認為上街的人搞錯對象 分明是中國以傷逼陣 用中國客當肉票綁架了台灣的觀光產業 所以該向中國去抗議才對 到底該怎麼做才能夠解決問題 政府該怎麼協助旅遊業者來轉型呢 還有明天立法院要開議 哪些法案跟你我有關 列為優先要推動的 而國民黨團拋出了要倒閣的聲音 還說綠營也在罵林全 倒閣剛剛好而已 雖然國民黨只有35席 連連連署的門檻都沒有 但是林全內閣的確有內憂外患嗎 未來的施政該怎麼樣來修正呢 今天節目當中一一來討論 首先介紹來賓 第一位是民進黨立法委員鄭運鵬 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秦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等一下新新聞的副社長陳東豪 也會加入了討論的行列當中 我們首先來關心的是 今天百萬觀光產業自救會 為了要救觀光 發起了上凱道來遊行 所以因情況 我們連線記者曾偉銘來報導 9月的觀光產業站出來 今天大約有兩萬人要走上街頭 來訴求求溫飽 那麼今天受到充值的產業 相關的業別走上街頭 目前在我身旁是來自台東餐廳的 這個張經理 我們來請教他受到了哪些衝擊 衝擊很大 那雨線目前的話 料金是要四分之一 那我們在台東東岸線 我們是開餐廳 我們餐廳如此 我相信在全國的任何一個餐廳是如此 那我們是非常努力工作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好好的生存 那現在我們非常努力的工作 我們卻生存不了 這是今天我要到這邊來的訴求重點 希望政府能夠重視這個事情 能夠讓我們恢復以往 大家能夠好好的生存下去 是 好了 我們聽到他今天訴求要生存 也受到衝擊 那麼今天預估這個衝擊 這個上街頭的人數 大約有兩萬人 那麼在這街頭的時候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待會會放相關的MV 以及他們相關訴求的引帶 那麼這個行政院的發言人 童正宇也說 已經寄出相關的方案 來寄出一些免簽 或者電子簽證的措施 來吸引其他的旅客 來減少衝擊 那麼以上是我們在現場 找到最新情形 將時間盡頭交換給棚內主播 好 謝謝我民族 我們看到最新的一個狀況 大家是風雨無阻 觀光野今天還是走上街頭了 他們預計是有兩萬人 訴求就是要生存 要能夠溫飽 好 中國客520之後大量縮減 到底我們請教來賓 怎麼看這場遊行 抗議中國客不來 但是其實說穿了不是小英政府 不給他來啊 是中國故意在進行一個管控 所以有人說這個遊行 好像有點搞錯對象 委員怎麼看 不過他們實質上這些相關的 依賴路客團的觀光業者 他們的確是遇到說 他們發展的瓶頸 那就很像說以前 大家全台灣一堆人 在開蛋塔店的時候 大家不喜歡吃蛋塔的時候 那你也不能抗爭吧 所以台灣的整個 依賴路客的觀光業 我是用吃禁藥來形容 這吃什麼禁藥呢 你全世界不會有任何一個地方 尤其是對於跟台灣跟中國 兩岸之間關係是這個狀況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產業依賴度這麼高 我們一年進來 大概一千萬的觀光客裡面 如果路客加上港澳的話 大概五百五十幾萬到六百萬 你高達六成是在政策性的 可以選擇不讓他來的狀況之下 這個依賴過去八年來 那國民黨政府當作是榮景 可是對一般有志之士 你像譬如說像鴻海 這麼大的企業或台積電 他們都很不敢把某一個單量 每個生產量放在同一個客戶上 只是這個狀況沒有去做避險 那當然沒有避險的確也是 他們投入生計的 我們就去看這個問題 所以蛋塔現象加吃禁藥現象 造成這些業者的困難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 所以政府現在有一個 三百億的紓困方案 大概跟業界他們所預估的 三百多億的可能損失 其實差不多 但是我必須要跟大家講 這個三百億如果下去只是紓困 譬如說他的貸款後延 或者說其他的補助的話 而沒有幫觀光業者做轉型 那這個錢丟下去我覺得 明年他又繼續來 那這個要轉型是什麼 第一個他應該要依賴的是 更高收益的團 陸客團出了很多問題 其實現在中國嘴巴裡面 並沒有講說 我是因為九二共識 然後民進黨政府不承認 所以我不讓他來 他是用各種方式去卡嘛 那既然不來的話 這種狀況你也不知道 會維持多久 所以你就必須要讓他提升 因為畢竟現在陸客的 自由型的人數沒有減少 好像還有點增加 是團客降低了 團客可能是那種國企團 或者那種政府可以要求他 或希望他緩一下那種團少來 但這種團通常我們賺不太多錢 本業賺不太多錢 所以旅行業者並不一定賺很多 可能那個禮品業有賺 所以你必須要讓他轉型到說 我們去拉團的時候 然後那個團是本身 我靠觀光 靠旅行業者的帶團 靠遊覽車就可以賺錢的這種團 你就必須 然後而且他消費率是強的 你大家還記得那個創世紀 那個團是買來的 這種團就不能再存在 政府的錢要花在這裡面 那第二個是這種彈塔現象 過度投資的下去的這些業者 那資本方我們就不講 我們講這些勞力的 譬如說駕駛或是服務人員 最近台灣的其實因為勞基法的修正 勞工權益要上漲 我們政府應該要在這個資源上 要協助他們去轉業 那協助他們轉業裡面 那我會認為說 這就會變成一個長期的穩定狀態 第一個是觀光業你回到正常的比例 然後回到正常的可以賺到錢的 不需要去受低價跟一條龍的約束 然後在你的從業人員做合理的分配 我覺得這個是錢要花在這裡上面 而不是說大家來抗爭了 然後大家講說我現在貸款還不出來了 你政府就丟進去他個別的洞 那樣的話無助於台灣觀光業品質的提升 也無助於台灣觀光業的分散風險 對 後續一個實質的做法 還是比較重要的 但是目前中國客不來 看起來是政治因素 好像大過這個市場因素 所以有人說 這個中國是用中客當成肉票 綁架了台灣的觀光 我們請教任俊哥 你有覺得中國是以傷逼陣嗎 中國刻意使出這樣的一個手段 好 那我們現在人民都上街頭了 是不是称了中國的意 我想台灣如果經過觀光局的統計 我們成為千萬人次旅遊的這樣一個 以觀光為主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事實上本來在去年底的評估報告裡面 就認為說今年在觀光旅遊人數的部分 會呈現這個成長比較趨緩的一個趨勢 那我覺得這個是每一個國家 都會遇到的狀態 那可是就如果就所謂的路客 或中客的這個部分來講 事實上團客確實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某一些的省市 或者是內陸的地區 他確實也告訴你講說 你要申請來台旅遊的這個團 或者是這個申請的這個時程 甚至連這個所謂申請的額度 都有一個減緩的趨勢 我想過去都有一些很多的一個報導 去佐證這樣一個狀態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當然走上街頭去表達心聲 我想對任何一個產業來說 都是最後的最迫不得已的一個手段 那我覺得政府也應該去面對 這樣一個問題 我想委員這邊 因為您自己在桃園嘛 那很多的路客他其實 即便他是督假 低價團或怎麼樣 那他們下了飛機 甚至有些是那種很晚的那種紅眼航班 一下飛機之後 其實就是在周邊的那個飯店或什麼 甚至都遠離市區 那當然他們有他們的考量 就在那邊住宿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如果以賺或不賺錢的 這件事情來衡量這些人上街 我覺得有點不是很近公平 不是很近公平的意思就是說 即便他或許賺不到錢 可是這一些人來到這邊 他就有一個最基本的消費存在 只是在那個消費是多或是低 比如說他再怎麼樣他就是要住飯店 他再怎麼樣他還是要吃 還是要有這個車子要坐 所以這一些人他要的 或者或許不是他要賺大錢 而是我希望我能夠維持 基本的生計的存在 當然我認同也就是說 今天觀光旅遊業者 他也必須要認清一點狀況 就是說你過去看好路客的這一塊餅 所以你把所有的資源 全部投資在這邊 可是旅遊環境的市場 本來就會有所改變 我的意思是說 即便是剛剛運鵬兄所提到了 或許我們在路客的團客的部分 他是減少了 可是自由行他是增加的 但問題是自由行 跟所謂的團客部分 他的消費的模式 他的旅遊的品質 跟他的整個的生態 包含他去的那個地點 有可能都不一樣 他可能會希望走生態旅遊 或者是深度的旅遊 那一些對於現在 這些還沒有轉型的業者來說 我們也必須講 他確實面臨了一些的困境 現在看到政府提出一個300億 他不是不竟然是完全紓困 我的意思是說 我想運鵬兄也很清楚 知道那300億事實上 他是針對整體的觀光環境 去規劃的一項的政策 而並不是說針對這一次的狀態 去進行一個討論 所以我覺得可以 這些人可以上街表達 那政府現在應該告訴大家的是說 OK 我出了這個錢之外 我們都先記住知道 救急是沒有在救窮的 也就是我或許能夠幫助你 可能度過一段時間的難關 但問題是你重點是你自己本質 還是要出來 可是我覺得大家會更想看到 就是說政府在這一塊 我們告訴大家講說 OK 你現在要把這個餅 或者把這個雞蛋 放到其他籃子裡面 那你有沒有其他的方式 是你真正針對業者去進行討論的 比如說團客 今天很多人 台灣有很多的華語的導遊 我很多朋友都去考華語導遊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說入客的市場很大 我隨便都可以帶同 好 你現在要做東南亞的導遊 我們現在的導遊有沒有那麼多 能夠熟悉東南亞國家語言的人 好 我們的考試 當時導遊考試就沒有著重這一塊 那你現在政府告訴大家 講說我要左南向 我在導遊的配套措施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導遊 畢竟還是算屬於國家考試的一種 你必須要有零有證照 你才可以從事這個行業 可是當我今天要接東南亞團客的時候 我現在對不起 我語言能力不通啊 我即便有團我都接不了 我沒辦法跟你講 那我是不是能夠有翻譯 或者是有隨行的人員的 你可以給他一個方式 告訴他講說 你旅遊業者 我現在告訴你一條路 但是你也要相對的配合 沒有人說我政府問開的 你自己就東西拿開 你就買人東西拿去拿 也沒有這種事情 可是我覺得政府 他的功能跟角色 其實是在告訴你講說 OK 我政策訂出來 我的配套是這個 接下來就是你業者 自己也要努力去轉型 我們講說 台灣的旅遊環境這幾年 很多國人為什麼不願意在台灣旅遊 我們講很白 大家有時候都到中南部去 你覺得那個消費 是屬於合理的消費嗎 住宿的環境品質確實也不好 吃的環境品質也不好 有一些人是連台灣人 他都要坑殺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 真實遇到的狀態 那個必須旅遊業者 他自己要去省私 也就是說為什麼連國內旅遊 現在我看到政院提出來講說 我們也要來推診國人 在國內的這個旅遊 之前連公務人員都要搞 那個國民旅遊補助 搞那個卡什麼的 也是希望大家在國內旅遊 可是為什麼成效不張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今天的業者上街 他也必須請私到這樣一個事情 我前幾天到日月潭去 我有時候看了我自己也都搖頭 那樣的一個住宿環境 那樣子一個收費的標準 我不要講他高或低 那樣的收費標準 我想有去那邊住宿過的人 心裡都有數 對台灣人而言 如果連我們自己 在國內的旅遊品質 都感到是這麼的不開心的話 你怎麼去推廣叫別人希望來國內旅遊 當然現在是台灣旅遊業要反省的一個時候了 中國客不來就不能夠一直怪 我們來看看台灣的觀光有出現什麼問題 其實數字會說話 來開旅客的一個統計 去年1到7月是有580萬人次 那麼今年1到7月其實是沒有少的 是增加的是628萬人次 它是有上升的 上升了7.9% 那麼在這個中國客的部分 其實是有241萬人次 其實它也是有提升的 好 另外我們來看看 除了這個中國客之外 韓日泰的觀光客 來到台灣旅遊的一個狀況是如何 像是韓國的部分 去年跟今年相比的話 它也是提升了 提升了67% 好 那麼在日本的部分 也是成長的 那麼泰國也是成長了24000人左右 因為在8月份開始是免簽了 所以來到台灣觀光的泰國人 也是增加的 好 但是我們要問說 為什麼今天這個旅遊的 總體的人數是成長了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的旅遊業者 遊覽式的業者說沒有接到團 沒有做到生意 沒有賺到錢 到底這問題出在哪裡 是不是很多業者 都把這個中國客的觀光型態 鎖定在一條龍的方式 我們請教議員 好 我過去在台北線 當過觀光旅遊局局長 所以這個問題我是有些了解的 那麼在阿扁執政的時候 曾經提出過觀光客倍增計畫 當時就希望發展觀光客 也因此他們做了很多的努力 不過這個觀光客 在當時人數並不是很多 比方說阿扁時代 我們一年大概300多萬的觀光客 馬政府上台之後 它除了大力的促銷觀光之外 也開放兩岸的觀光 所以我們去年的觀光客 已經到達1000萬人 從300多萬到1000多萬 它增加是600多萬 那就增加了非常多的就業人口 以及觀光的產值 包括促進我們的經濟發展 這個部分這8年是有貢獻的 那這增加的600多萬人口裡面 我們來分析 其中來自於陸客的 大概是400多萬 將近500萬 非陸客的其他國家 大概有200多萬 但今天陸客少來了 這塊要去補牆 其他國家的觀光客 因為我們台灣整體的觀光做起來了 所以其他國家觀光客不會減少 那我們的政府常常講兩句話 第一個叫做我們是最會溝通的政府 第二政府就是幫人民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覺得小英政府不可以去面對這些問題以後 規避責任或者是去冷嘲熱諷 第一個你要記住怎麼樣去跟他溝通 第二你要幫他解決問題 解決問題就不是大鍋炒 你要很細緻去解決 比方說我們看到很多旅行社 他們是分工很細的 有的團專門做歐美團高價團 有的做歐美團的低價團 有的做東南亞團 有的做日本團 有的做韓國團分得很細 同樣的旅行社分得這麼細 其他的業者他也會分 有些是專門接中課的團課的 有些是接中課的散課的 我們現在要講就是說 中課這一塊變少了 團課這一塊尤其變少了 團課是我們兩岸開放旅遊當中 首先開放的 而且它是面向全中國大陸各個省 自由行是後面這幾年才開放的 而且它只有限定某些城市 並不是每一個城市都可以來 所以面對這些問題 我覺得政府就不能一直強調說 觀光客沒有變少 你這樣子講話人家聽不進去 你一直強調說統計數字沒有少 觀光客沒有少 那你們嗨嗨叫是亂叫 你們就在那邊放大你們的問題 我覺得這樣的政府 一直去強調這個統計數字 就是沒有同理心 就是不會溝通 就是沒有解決問題 你必須去面對問題 那些人不是吃飽了飯 沒事幹上街頭 他也不是說謊 明明有生意 明明有客人 咱們騙說沒有客人沒有生意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說 其實給我們的一個數據是這樣 其實觀光人數是有成長 但是為什麼他們會接不到 做不到生意嗎 這是最貞潔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政府要派人分區去座談 了解一個一個狀況 而且每個縣市狀況也不太一樣 所以現在是不是討論到說 是不是大家都把這個保押在一條龍的身上 大家去往這一條龍的方向去進行 所以遊覽車多啦 旅館也增加啦 但是後來大家做不到生意 就說中國客不來了 那我們這個部分都好 各位視頻要講一下 其實這次的遊行 你大概我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大概主要是以陸客為主 陸客的狀況其實在八年來 因為增加了非常多 2008年的時候大概不到幾十萬人 到現在那麼高的量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一定產生很大的一個供應鏈 跟產業鏈 那嚴格講要協助觀光業者轉型 其實就是解決陸客 因為團客其實一定會減少 那政府行政院他現在丟出來這300億轉型 其實著重的目標不是在今年 大概今年你大概很難協助業者怎麼轉型 著重是在明年 那怎麼轉 然後這些業者 因為今天的訴求其實沒有那麼強調政治面 他們要求比如說 其實他們怎麼去使用東亞的語言 這個很實際 因為他們都是做團客為主 那我再補一個就是說 你在轉型的過程中 過去到底他們在陸客這邊賺到什麼程度 那慘的又慘到什麼程度 我舉一個我所知道的例子 有一個做團客的 那也算是一條龍的 他公司的老闆曾經換過兩台兵力 就是這八年來他給換兩台兵力 那一台是一千萬起跳的車子 那你就可以想像到說 這個利潤好不好 但是有沒有很慘的 也有 因為我認識了一些原來在做陸客團客 有些2008年到2012年之間那四年做團客的 有不少人後來選擇退出這一個生意 那為什麼退出呢 因為他們必須面臨到銷價競爭 我們很熟悉的所謂的零團 零團價的 也就是說陸客再來台灣 台灣這段基本上就不付錢了 那大家一定喜歡他不付錢 那他們來都不用付錢嗎 他們來是要付錢的 只是這個他們所付的旅費 絕大多數都在對岸就吸收掉了 那台灣部分只符合觀光局最低標準 那台灣的台灣團團在接這些單的時候 他其實知道說他一定賠錢 因為他沒得賺 那他就必須要靠購物 那這樣子零團費的 我就慘了這一塊 他甚至衍生到他們在訂飯店 國內的飯店業者的時候 要銷價競爭 比如說桃園的業者 因為離中生街上比較近 他們很擔心台北的 還沒有蔡英文總統上任的因素 在去年的時候 他們就也很擔心台北的專做路團的這個飯店 殺價 殺到什麼程度呢 就一個晚上低於一千塊錢 就他住宿低於一千塊 就是可能八百塊 因為如果他是八百塊的話 桃園 桃園最低就是八百塊 那我可以住台北 我幹嘛要住桃園 那我為什麼講這個 講這些事情就是說 陸客這八年來有沒有帶動這個產業 有沒有帶動一定的消費額 有 但是陸客的團客來台 他也形成一個很特殊的產業現象 你現在不面對 未來也要面對 因為永遠陸客團不會永遠只來台灣 也不會永遠維持那麼大的量 他一定會轉型的 為什麼那麼講 台灣我們走過這個過程 台灣我們過去團客跑日本 跑東南亞比比皆是 低團費的比比皆是 甚至也有零團費的 然後結果發生什麼 消費糾紛 為什麼 到了東南亞的時候不買東西 結果也是被當地導遊拉下鐵門 你不買東西他當地的導遊怎麼活 所以他沒有什麼很特殊的 那當然會因為一點 蔡英文總統上談之後 政治因素會加速這個現象 那你回過來講 整個來講就是說 你行政院既然願意 播出三百億起初轉型 有一些業者 可能就轉不過來 可是可能有比較多的業者 有個機會 那這裡面就像他們今天 遊行的訴求裡面 最起碼你在東亞語言這一塊 因為他們主要是做團客 他們都不是做自由行的 你要讓導遊有能力使用這個語言 那到目前為止距離 今年因為已經過了差不多三分之二了 那很快中央業就要來了 那他們有多少時間可以做調適 這裡面包括他們如果有銀行貸款的 你要如何讓他有寬限 這些讓他爭取到一年以上 他才有機會轉型 你有一年的時間 這些原來在做露團的 他才有可能靠其他的 說實在的 就像我剛剛前面舉的那個例子 做露團的 有人可以賺到兩台兵力 那但是也有人因為產培退出這個市場 但是要轉型 你至少要一年的時間 那這個就是新政府的考驗 我想說這個做旅遊 其實有它的風險存在了 那麼台灣其實有不少觀光景點 我們新聞有報過 還有一些美食店家 他沒有再接中國團 但是一樣是人潮爆滿 那麼過度依賴中國客 是不是會把自己陷入在這個危機當中 而且我們說投資是有風險的 當初業者是不是在評估上面 有一點點的失算錯誤了 馬政府請中政策對中國開放 所以很多遊覽車 很多這個旅館都出現了 但是有沒有考慮到說過度膨脹 供過於求的這個問題 有人說會不會是這個政治施肥的後遺症 委員怎麼看 其實中國觀光客的特殊的地方 在於他人很多 那他另外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於說 他可以選擇說要來或不來 他人很多 所以我們想說就算是台灣一年 中國觀光客 不要說五百萬好了 給他一千萬好了 十三億元 他要來多久才有辦法輪一輪 大家會這樣想 所以會覺得說 好像這個我可以無限開發 但是觀光這種東西沒有這回事 他們來台灣看 其實如果以地理環境來說的話 他們是在中國內地裡面 大概都可以選到類似的 只是說他們沒有這種情境 說在中國跟在台灣上 他們小時候聽到大 然後又有點相當程度的 有時候緊張 有時候和好的那種關係 會讓他來說 這個情境是不一樣的 那不然的話 如果你光去看中國對外開放 那個旅遊的一個環境的話 不要說台灣是減少的 香港可能下降的比例比我們還高 然後去日本 你不能夠買太多 去韓國也是一樣 他政策性的選擇 會讓你周邊的國家 周邊的國家都必須要面對到 相當大的衝擊 所以日本也要轉型 日本這幾年也因為中國觀光客來 買電器嘛 所以他們大量的依賴之後 他發現說 他們反射之後 他們也賣不到了 他說他也必須面對一樣的狀況 所以台灣的特殊性會在於說 我們當初 為什麼我們一直想說 這幾年來我們有增加 這個沒有錯 但是沒有協助那個業者去避險 沒有協助業者去分散 這就是一個失策 那現在民進黨政府就要做這個事情了 所以在這些特殊狀況之下 如果我們台灣的觀光業者 你有很仔細的去問了說 到對岸發展二三十年 這些台商的經驗的話 他一定會告訴你說 你風險不能都堵在這邊 可是沒有辦法 你去看說台灣 從剛才那個秦議員所講的 八年前三百多萬觀光客 現在到一千多萬 還不包含國內旅遊 這個成長 因為講話大家都聽得懂嘛 所以它的成長是很容易的 不像台商以前要講英文 講日文 所以他在這裡面貨的時候 自然那種消價競爭的狀況又出現了 所以整個結構 如果你沒有趁現在去處理的話 你只要說維持個中國 可以開放的這種狀況 去賺這種低價的 甚至是零團費 甚至是倒貼 它財務槓桿是你沒辦法控制這種團 其實我講真的啦 就算國民黨繼續執政在八年 這個狀況也一定會均勻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面臨到 這種很困難的狀況 我們也希望說這些業者他們站出來了 我們趁這個機會幫你紓困 就好像那時候勤留感的時候 那政府也要幫那個家禽的 那個屠宰業者去紓困 但是轉型成冷凍食品之後 後面都沒事情 這就是趁著這個機會 趁著生病的時候 這錢會用啦 我想這是政府現在目前在努力的地方 但這些業者我們希望說 他也去了解看看 未來他如何轉型到 我就算接路客也接那種 唯有把握的高家團 我覺得這個香港也在做 澳門也在做 日本也在做 這台灣才是應該要走的方向 我希望觀光業者可以正面一點思考 正面一點思考現在的狀況 我們看到這個狀況就是說 不要把雞蛋都放在一個籃子裡頭啦 這個不要被中國給掐在手裡嗎 因為過去馬政府執政這時候呢 一直靠中國給糖果吃 但是沒有糖了怎麼辦嗎 那我們請教議員怎麼看現在新政府 給的這300億的紓困 300億紓困當然是非常好 政府有一些幫助 可是有一些人 他並不是要去做這個 好像硬直的擴充或者是改善 他只是現實的問題 比方說導遊這個行業 台灣從事領隊跟導遊的 有幾萬人 我知道領隊協會的會員 就5萬人之多 那你政府的300億 他一毛錢都拿不到 而且沒有用 那對於這些幾萬個導遊跟領隊 他可能有一半失業了怎麼辦 那對於其他的像小餐廳 我開一家小餐廳 每天收這個中國客人來吃飯 那他也不可能去跟你政府申請錢 因為他沒有需要去改變 他的餐廳的裝潢 或者是改變他的餐廳的什麼設施 所以有些人就叫出來說 我不是要你給我錢 我只是要你給我人 我自己可以自負盈虧 你就要讓這個客員能夠來 那剛剛我們來賓也講得很好 你知道他們轉型 他們轉型最快要一年的時間吧 你說我現在華語導遊 我就學一個東南亞語言 一年恐怕都學不會 學個英語一年也許OK 但是這一年當中 轉型這一年當中 他們就陷入困境 除了你給他錢之外 你還有沒有什麼辦法 政府是幫人民解決問題的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部分 政府應該做 但是他始終沒有做 就是說你是不是可以跟中國大陸去談一談 現在中國大陸它是政策性的 控制一些團客 自由行的客人他控制不了 或者他目前並沒有政策上緊縮 不開放自由行的客人的名額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 我們現在海基會也有董事長 兩岸不能永遠這樣僵持冷凍下去嗎 是不是我們政府可以去跟對岸談一談 在不影響我們現在執政政府 他的一些相關的政策下在這個執行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鬆動的 大家討論討論 我覺得這個比丁在那邊 僵在那邊可能更有幫助 好 那我們請照仁俊高 現在政府提供300億的紓困貸款 可以說要擴大國內的旅遊 開拓多元的市場等等 但是業者也說話啦 說我們要人 我們要客員 我們不是要錢啦 好 這個政府的藥單要怎麼開 才可以幫助這些產業 真的像這個議員說的 我們可以去跟中國談 是樂觀的嗎 可以談得成嗎 我覺得是這樣講 就是說談的部分 因為現在大家認為說 路客 團客的部分縮減 基本上是政治因素 才導致就是說 中國大陸那邊在源頭進行緊縮 那可是這個談是不是代表 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在 某種的堅持上面做讓步 我其實覺得沒有那麼的正相關 跟絕對啦 我想請議員所謂的談的意思 也不是認為說 我繼續一定要告訴你講說 好吧 那你開什麼條件 我通通接受 只為了換取路客來到台灣 我覺得這個說法 不是這個的本意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來講 業者會希望政府能夠更積極的 去跟中國大陸去談的 那個狀況也就是說 在所謂的維持現況之下 可是現在現況是改變的 如果兩岸任由 這樣的一個改變繼續下去 那這個的現況事實上 對大家來講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我們看到這一段時間 包含在網路上很多的氛圍 那包含台灣這邊有很激進的說法 認為說路客不來怎麼樣怎麼樣 我們就有多開心怎麼的 那在中國大陸那邊 我們看到他的這個網路上面 也有一個言論在發酵 認為說台灣是在歧視大 那個路客來到台灣 可是真實的現況是這樣嗎 我其實覺得我們大家心裡都有說 那是一個極少數偏激的言論 可是這些言論有沒有可能會 發酵出別的東西 我認為它是存在的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那個談 它是應該是在這個的善意的表達之下 希望你看我們在過去 即便兩岸非常緊繃 在陳水扁執政的那樣的一個狀態之下 大家都覺得那時候已經很糟了 可是我們各個地方 包含民進黨的縣市首長 其實他們很努力的也去爭取 路客能夠來到台灣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跟政治上面 觀光業者也不會那麼希望 政治去左右一切啦 否則他今天上街 他就像直接喊要政治就幹嘛 就好了他也不敢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其實 我覺得政府他應該拿出一個更具體的方向出來 是告訴大家講說OK 我今天希望大家能夠轉型 可是你轉型的路在哪裡 我覺得大家想要看到的是一個生機 而且我們再回來看就是說 即便這一些大家之前就討論說 是一條龍或怎麼樣 就是把這個錢都賺走 可是再怎麼樣 他們用的員工還是台灣的員工 兩萬個人走上街頭 一萬個人走上街頭 五千個人走上街頭 他代表不是一個人 代表是背後的家庭 那這些人確實他認為 他在過去裡面你可以講說 你就是目光短淺 你就是只想吃好吃的 只想吃簡單的 我覺得你怎麼批評都可以 但是我們確實有一塊的人 他是依賴這個維生 那政府他今天要做的那個功能 其實我不敢講說 你所有人通通都要雨入均沾 可是當這個聲音出來了 這一段時間大家的媒體的報導 其實我想也說明了一個現象 就是團客的減少 確實對於國內某一些依賴團客人 他產生問題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 就是說我們的整體的觀光的概念 其實在這一次裡面我覺得很嚴重的被戳破 也就是說當我們剛剛還在講說 我們這個旅遊人士已經到達千萬了 可是剛剛也有很多來賓也講說 你看我們過去長期都是那種低價路客團 來到這裡其實也幫助不了 那我們那個破千萬有多少是用這種人數比例 去灌水灌出來 也就是說他雖然來到台灣 可是對我們真的沒有幫助 那樣的旅遊的人數的成長 對於我們是好事還是壞事 如果當今天我們都認為說 過去的人數成長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這種低價的團客 他來到這裡 甚至他在對這邊對我們也沒有任何 不能講沒有任何幫助 也就是說當他來到這邊 他可能很多的錢都在中國大陸那邊被吸收 台灣這邊甚至有很多業者住在講說 我錢都都沒收到 我還欠多少錢的 那個尾款多少我都沒有收到 那這樣的旅遊的人數 今天政府如果再拿這個數字來告訴大家 講說你看我們人數破了多少不知道 那他實質的意義在哪裡 我說對於民眾來講 他真正的感受是 你真的到旅遊區到風景區去看 以前有多少人現在有多少人 以前你到花東地區去坐火車 那個火車有多少人現在有多少人 我想那個是很實質的一個感受 所以我覺得我反對政府 現在用一些的數字來告訴大家 因為比如說你剛剛提到 那個來台的那個旅客人士 旅客不代表觀光客 你如果再回來細算的時候 他旅客裡面會 比如說你現在畫面上面說 去年一到七月有580萬人士 現在628那個不代表是一定是旅遊人數 他裡面有些是因為商務的部分 有些他有不同的狀況來到這裡 所以我覺得政府現在 他應該要做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你趕快把這個方向訂出來 過去我最近一直在講 過去我們看到政府在做這個旅遊 你到日本去F4很紅 我們就弄一個F4 觀光局請他們去那邊 然後這樣宣傳大家願意 那都是一種手法 那現在這個對於大陸團客減少部分 是他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的事情 他已經發酵了一段時間 那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政府在觀光的這一塊 是不是提出夠 或者是有效的一個方法 我覺得大家都可以評論 但我比較遺憾的是 我其實在這一塊 我真的比較少看到 那你說是個300億 我想大家都知道那個300億 他真正的用途或狀況 那是不是真的能解決 這一些人的這個燃眉之急 我比較保留 可是我還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今天人走上街頭 走上街頭不是一個結束 也就是說你自己也必須去省思說 我今天未來我的部分 我要怎麼去做調整 你真的不能夠只想說 那政府趕快去談 你談不了 那我就沒辦法 對不起 我要垮了 政府要來幫我負責 買股票他也賠錢 他敢說是政府也要賠錢 沒有這種道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互 都必須要共同努力的一個方向 對 相互都必須要努力說 要不要轉型 那麼該怎麼做 要有具體的做法 而現在林權內閣 思考留業者發展轉型問題之外 立法院明天要開議了 國民黨喊出要倒戈 還說綠營大佬不是也在罵林權嗎 而林權未來施政 會有什麼樣的內憂外患呢 等會一起來討論 立法院明天要開議了 國民黨團炮轟這個林權 在網路社群不滿意度 高達有40% 說很多的綠營大佬 也都不滿意林權 雖然來立委只有35席 不足三分之一提倒戈的席次 但是他們強調說林權被倒戈是剛剛好而已 不過民進黨是說國民黨呢 老愛媽這個綠營拼政治不拼經濟 但是提倒戈才是最政治的動作 先來看早上這個新聞 行政院長林權來立院施政報告 前一天國民黨召開記者會 海報手板全部被騎 怒轟不止多名綠營大佬認為該撤換隔魁 林權在網路社群滿意度更是低道不息 我們要求林權內閣必須全面改組 失去民心 失去信任度的內閣 到立法院再來做施政報告 有實質的意義嗎 你說都是在拼政治 不是在拼政治 倒戈本身就是一件最政治的行為 所以如果用倒戈來拼政治 說倒戈是為了拼經濟 這個恐怕這個理由的連結不好吧 綠營批國民黨不要存心找麻煩 不過國民黨做出民調 說林權在臉書社群不滿意度高達40% 滿意度卻只有17% 民眾最不滿的政策 包括美竹進口被批15萬次 南海仲裁12萬次 雄三勿設也有9萬多次 年輕改革跟核電重啟也挨轟6萬多次 不少藍營立委打算要求內閣改組 甚至揚言提倒閣 但藍營立委只有35席 不足三分之一提倒閣席次 關鍵在民進黨 你選擇站在哪一邊 如果你選擇要站在民意這邊 你願意來提 我想我們絕對全力配合 如果依照目前這個內閣的表現 坦白講 提倒閣是剛剛好而已 民眾可能會去反思 那為什麼一個行政院長越來越有魄力 然後做得越上手的時候 這個時候來搞倒閣 倒閣沒有成功的話 那林權反而是更穩健的 可以做未來的一年 好 國民黨今天提出倒閣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現場就有一位民進黨的立委 那我們請教委員怎麼看這國民黨的動作 怎麼解讀 我們尊重國民黨這種吃豆腐的動作 不過你去歷史看民進黨還在的時候 我們提倒閣案的時機 那都是非常大的政策錯誤或政治議題 譬如說核四 美牛 或者說你的年金改革 或者二代健保的時候 才會有這樣的呼聲 沒有人說拿民調說滿意度好不好 因為滿意度好不好就來倒閣 因為那滿意度有時候喜喜落落的 那所以這部分就國民黨他 多少說 我們就多少聽 那如果說他們不滿意的地方 我們有責改之 那但是你去看說現在的內閣 的確我們有一些 大家認為說綠營的大佬 他們會講一些對於林權本人 不滿意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去觀察民進黨的立法院 黨團或民進黨支持者 沒有人是針對林權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現在的內閣 大家可能說對於某些事情 譬如一開始的時候講話 好像不是很得體 那後來好像說有些事情 處理得不夠快 但是我們並不是做錯事啊 沒有做錯事 你好像下台也滿怪的 所以對我們內部的聲音是這樣 但是我們有一些大佬們 他們所講話 你知道大佬就是比較有身分 你如果有時候沒自己尊重到 或者說他覺得哪些地方 怪怪的 他總不能去罵年輕一代的 或者說不會說他針對的不是總統 就是內閣 這個我們可以理解啊 那如果說國民黨的立委們 把這個話當真 那他們回過頭去看看說 國民黨的大佬們是怎麼在看他們 過去的馬總統 現在的洪主席的 那就比照辦理也很奇怪啦 所以每一個政黨有不同的生態 那我們是希望說 過去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說立法院 臨時會的修會 這一個多月來 他們會趕快上軌道 的確可以發現說 最近幾個部會好像 他並不會失言的狀況 但是他我們最近比較麻煩的地方 在於說 這很像蝦子脫殼啦 就是說你要蝦子要長大 螃蟹要長大 那殼脫掉的時候 會有點軟弱的過程 所以像年金委員會 這明明是大家六七成 國民黨也不去講 六七成贊成年金改革 國民黨站在反對那一邊 那被罵的是我們啊 那這個過程之後 不會有人去贊成年金改革的人 不會自然說 民進黨做得好 他就會看到說 不同職業別 在罵民進黨的聲音 在這個狀態下 我們要撐得過去 所以你這個時候 如果以民進黨來說 你去把林權那個換掉 或做小幅度 或大幅度的改組 那個對我們更傷喔 所以我們覺得說 國民黨的朋友大概他們要想 林權不用做到現在三四個月了 他們才有聲音 一開始林權剛上台的時候 國民黨抗爭了一兩個禮拜 不讓他去施政報告 所以在這一點上 這是在野黨該做的事情 我們就尊重他們 但是他們只拿滿意度不高 來作為倒閣的理由 太薄弱 我們看看國民黨 提出的這個理由就是說 林權他的社群滿意度太差 首先他說明確不滿意的這個比例 是高達百分之四十 好 但是我們看看 明確的滿意比例是十七 為明確表態或滿意不滿意 並存的是有百分之四十三 這兩個加起來還是過半數 我們請教仁俊哥來看看 這個現在國民黨拿出 這個民調的滿意度說 有四成的人 對這個林權都不滿意 所以我們現在要倒閣啊 還有這個綠營大佬 也對那個開砲啊 那麼林權那個真的是有失明心嗎 好 林權他是不是有內憂外患 我想應該這樣說 就是520到今天為止 確實我們看到整體的內閣的狀態 狀況是很多的 包含很多的部會 陸陸續續都出了很多的事情 包含國防部啊 包含這些 可是我覺得民眾會比較持平 理性的去看待 就是說這些問題到底是能被控制的 還是是部會內閣 他自己出現的問題的話 我舉例以政策來講 比如說勞工政策的紛擾 那內閣我覺得是內閣自己本身 在處理事件上面 他的不夠成熟 那這裡面當然他承受了很多的壓力 我想委員這邊 其實我想都直接很接觸到的民意 那至於一些突發事件的發生 甚至在一些過去 在去年或什麼樣一些狀態 到今年爆出來 我覺得他會比較理性的看待是 他是在處理前面的問題 還是他自己製造新的問題 那我覺得林權內閣某種程度上面 他卡在這兩個狀態之下 他產生了一個比較尷尬的場面 也就是說當你這個問題 一出來的時候 那民眾會檢視的說 即便這個問題 不是你應該負這個責任 但是你現在應該要負起責任 我想這裡面有差別 那這裡面他才會產生到 就是說當我們回去檢視 他的處理狀態的時候 他是不是符合一個 政府應該有的高度 那我必須要比較沉重的講 林權在這一塊裡面 是比較失分的 也就是說即便這個問題 不是在你任內發生的 是現在才出現 大家知道原來以前 有這麼多的問題 可是你的處理方式 是不是那麼好 我覺得他是這一段時間 包含民進黨內部 對他都有產生意見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那至於說綠營裡面 有一些人 比如說獨派在這一段時間 去要求說 你林權應該要下台 你誰誰誰應該要下台 我覺得那某種程度 是有他自己另外的考量 也就是說獨派在這裡面 事實上很多人認為說 他今天是不是為了要 人事的部分 是不是有想要表達 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這個跟國民黨所喊出來的 那個倒閣是不一樣 我想我們在立法院那麼多年 每一次倒閣事實上 都是一種政治性的動作 那今天大家會回來看的 就是說好 那如果今天這些問題 其實不是林權他們自己執政 自己發生的 而是他在處理前面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說 那你現在這些人出來喊倒閣 你的正當性會在哪裡 也就是說 如果這些事情是在你任內裡面 你們任內發生 我光舉一個例子好了 光一個故宮博物院的院長 在要下任之前都可以想辦法 把管制三年 自己改成一年 最後變變三個月 那你如果說這個拿來講說 是民眾批評現在的政府 我覺得這也太嚇 就是說那個事件的狀況的發生 居然是發生在前朝 而且是自己去改自己的這個內規 而且只針對個人來做適用 那這一塊我覺得他跟林權就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 那我們會想要看的是 那你林權發現這個問題出來的時候 你們怎麼去處理 比如說你是覺得說算了算了 大家口水罵一罵就算了 那還有其他的政務觀眾 我們到今天才知道 當時總統說卸任的時候 要去香港演講 還講說我不能批我自己的 我批了我自己的 等一下你們都要罵 現在才知道原來當時總統沒有批自己 那下面的人全部把自己都給改掉 那不是很離譜嗎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上面 民進黨他現在遇到的一個狀態 就是說林權他沒有一個很具體 跟明確的一個施政方向 告訴大家講說我今天上來的時候 我的總體目標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對他抱一個高度的期待 是說你是一個財經專業的內閣 所以我們希望你在經濟上面 可以有所好轉 可是這幾個月裡面 他受困於很多很多的 這個突發的事件 很多的狀態 讓我們現在到今天為止 沒有看到他的那個 整體的一個施政方向 包含說好 今天大家來講說經濟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會覺得說 你應該最有能力 去改變這個現況的人啊 可是到今天為止沒有一個主體的目標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立委 就立法部門 事實上我們覺得立法跟行政部門 兩個到底是要相輔相成 還是他只是站在一個監督的角色 去告訴你講說 你行政部門不好 你自己想辦法 我覺得這個對於民眾來講 過去長期批評國民黨 就是批評這樣 如果民進黨今天 再走回這一條勞路 也就是說大家冷眼旁觀 反正你行政部門亂就亂了 你不好你們再收回去 到今天都要喊出總統說 我要來做總鬥手 什麼服怨黨我要多弄一把抓 那個對林權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就是讓人家知道說 其實最後能夠做絕境的 不是你林權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東西 讓他持續這樣發酵的話 民進黨他必須要正視 他可能後面遇到的問題 會比現在來的更大 好 那麼請教議員 從這個滿意度來看 是不是有覺得超過半數 還是要給林權時間 還是在看 還是在觀望當中 那你現在說要提倒閣 會不會自己傷到 國民黨自己內部 好 明天立法院要開議 林權內閣 我想將會面臨非常嚴格的監督 執政黨 包括這些民進黨立委 恐怕對很多事情 也不見得滿意 尤其選民選他們出來 也不是叫他們做一個Yes man 什麼都OK OK 好棒好棒 也希望他們去監督 那在野黨當然更會強力監督 所以我們可以想像 林權那個明天開始 恐怕苦日子要來了 那小英上任百日的時候 我看到一共有八個民調 包括不同的媒體跟機構所做的 都有一個普遍的現象 就是林權的民調很差 比蔡英文要差 而且他的不滿意度 是大過於滿意度 那尤盈隆甚至公開說 這個往下滑的趨勢 是沒有止跌的情況 換句話說時間越久 往下滑的情形越嚴重 那就讓我們很隱憂 就是說不管是哪一種民調 八個民調也好 社群的這種網民民調也好 表示對執政當局的表現不滿意 對很多的問題沒有解決 他們有民怨 這個是執政黨要去面對的 對於在野黨來講 他要提倒閣或提什麼監督 我覺得那是他的自由 提不提得成 提不提得有道理 他也要接受選民的監督 至於民進黨過去 動不動就提倒閣 現在我們這個政委員把他美化說 以前我們是因為有某一個案件 那現在不得了了 不是某一個案件 是整體的案件 這麼大的案件 在野黨提倒閣 我覺得有他的一個理由 你不能夠 雖然現在國民黨人數少 他不見得提得出來 但是你不能說 你們在野的時候 提就是因為你有一個偉大的理由 人家提就是沒有偉大的理由 我覺得這種說法 就是沒有一個寬容度 去面對嚴格的監督 那話講回來 林權我們看到 個別的民進黨立委 私底下對林權其實都不滿的 但是給他面子 給小英總統面子 他們只傷罵懷 只罵部長不罵院長 大佬就沒這個包袱了 大佬就是說你立委只敢罵部長 大佬就跳出來罵了林權 當然對小英對林權是很傷 很沒有面子 可是你也不能叫大佬閉嘴 我覺得只罵莫如自修 你自己好好的去努力 讓你的民調上漲 但是民調會不會上漲 我個人是抱著悲觀的 尤其我剛剛講明天開議 民進黨也好 執政黨的這些委員 或者是這個反對黨 他不會閉嘴 他一定會天天講話 嚴格監督 不管如果明天立法院就要開議了 林權她的考驗 還有哪些等會一起來討論 立法院明天開議了 國民黨團要求35席立委 每人要提交百件預算 刪解跟動極案 3500案 說要嚴格來監督蔡政府 好那麼現在也有聲音說 國民黨又要做非理性的鬥爭嗎 說不要像上個會期 刪預算的時候又是貼又是超冷 我們請教董豪哥 這個其實就是助理要善意辭職 如果你看到那個預算不大對的時候 記得要改一下 或者被笑 當在也等要認真 那3500案可不可以提 當然可以提 那考驗的是誰 這個各委員會的召集人 那麼多案子進來 但是我們還是先回來看林權 因為林權這個民調是走低 是個事實 那對林權人講 他自己一定很注意這件事情 我用另外一個例子來舉 黃建廷 國民黨的台中縣的縣長 已經連任的 有一次我問黃建廷說 你就任100天 你剛當縣長的時候 當了100天的時候 你有沒有做民調 人家做出來你怎麼反應 那黃建廷跟我講我印象很深 他說那100天的時候我不做民調 他跟我講說 因為一定不會好 我說為什麼 黃建廷你講說 他接台東縣縣長的時候 附在縣政府附在70幾億 然後他的自主財源就10% 90%要靠中央資源 然後他上去就做了一件事情 把台東縣的營養午餐 用排富條款 在他上一任是人人都有 他用排富條款 只有平雄縣以下的人才補助 他說我這一做民調不會好 但是黃建廷跟我講說 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台東縣 要怎麼去經營 所以我們後來看有熱氣球一些的 那黃建廷後來隔年 開始民調就在不同的媒體 做多少跑到前面去 我講這個就是說 百日100天是對一個政治人物來講 他的施政風格來講 會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可是如果你在100天之內 你就被民調左右 而忘了自己該走的方向 你不能堅持住的話 那你就很慘 那你回來看林荃也好 蔡英文也好 其實他一個是老男男最皮皮 另外一個是一個最老男 是老獨 老的一輩 老一輩的獨派男生 在這裏